当宅宅下班的时候 将会打开 昂的开关 宅宅下班中 昂 各位听众大家好 欢迎收听宅宅下班中 我是阿直 我是布姑 大家今天看漫画了吗 看了 而且是布姑非常推荐的一部作品 我觉得 阿姑虽然是 好意推荐 但阿直我觉得如果我 缺乏百合分而死掉 都是阿姑的错 我非常诚心的推荐 我完全没有想那么多 为什么阿直 我会讲这么莫名其妙的话呢 是因为我们今天要来推荐的 这部漫画呢 是那个金田一连时郎 他的一部叫做 变装翘老爸 这部 这个翻译很有台位 我想说的是 这部啊 它不管是封面还是书名 都超级劝退的 基本上你拿到 你在猫店看到 你看到这个封面跟那个书名 其实是不太会想点开的一部作品 抽出来又塞回去这样 真的 其实如果不是阿姑推荐我的话 我不会翻 但问题是就是 可是这部作品 我看了大概五六遍了 可是对啊 我想说的是 其实我当时 我看了这封面跟书名 其实我就觉得 哇塞怎么这么劝退 可是当我也是翻了 第一回第二回之后 我就觉得 非常的有趣 就让我觉得 好看 然后问题是啊 我看看 看到后来就觉得 为什么这个不是百合呢 为什么 可是我知道 它如果是百合 就不会这么有趣 可是 可是 好好好 我们来稍微讲一下 说这一部 大概在讲什么东西 所谓变装俏老爸 其实是一个相当直观的书名 对 当然原文不是这个意思 但是台湾的翻译 就是非常直观的 到告诉大家说 这一部在讲什么东西 那我们的男主角呢 叫 叫虚甜真情吧 对 他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上班族 脸很普通 身材也很普通 他还有一个秘密 就是 他在家里会扮成 妈妈的样子 照顾他的 他的 九岁儿子 对 八九岁的儿子 对 他的原因是因为 其实他以前 年轻的时候 跟一个 他的很深爱的女友交往 然后 某一天他的女友车祸过世了 而等他女友过世之后 他才知道说 原来他其实有一个 一岁的儿子 对 未婚妈妈 对 然后他就 不知道为什么 他就下定决心说 我要收养这个孩子 然后就收养他 可是因为可能小孩子 从小都是跟妈妈在一块吧 就是妈妈不见了 他都一直哭 然后他没有办法 就是 怎么讲 整天哭到这样子 那 我们的男主角 他就不知道脑袋抽风来干嘛 就觉得说 那这样 我就来 模仿妈妈就好啦 所以他就用他女友留下来的化妆品 开始努力化妆 开始练习 扮演妈妈 后来就朝着完美的女性道路上前进 这方向 这努力的方向好像不太对呢 可以感觉到很努力 这方向好像哪里不太对 然后一丝组成单亲妈妈 但是他其实他后来真的成为一个非常完美的好妈妈 他真的把他的孩子教养得非常非常好 对 他儿子真的很可爱 很纯真 而且很有危机意识 非常能干 就是他可以随时 里面后面有一段有描述说 可能他孩子其实随时可以自己独立生活的那种能感 但是他又很纯真 他并不是成熟 他是那种 他是那种成熟但纯真的孩子 就可以感觉得到 因为其实这一部讲 男主角的恋爱情结比较多 但是从这些侧面 不是比较多 从头到尾都是在讲恋爱情结 我觉得儿子只是个点缀 只是拿来塑造出这个角色 为什么爸爸他会变成 是一个好妈妈 对 他为什么会是男扮女装的这种状态 这只是因为儿子的存在只是为了凸显他 可是这很重要 这是他非常重要的一环 可是你知道关于他教养孩子的这一段 其实都是在故事之外发生的 基本上儿子已经是个完全体了 他已经教养完成了 用教养完成好奇怪 所以这部其实主要的看点是在于 这个爸爸如何在维持这个谎言的情况下 谈恋爱的故事 然后这个就必须提到说 那个男主角啊 他虽然装扮成女装 然后看起来就是个完美的女性 可是呢 实际上 他就是那种怎么讲 在家里会扮女装嘛 所以他会穿着女装出门上班 然后在半路换成男装的样子 去公司上班 然后下班时再换回女装 他是这样过着不断的变装的生活 另外一种隐瞒知识 是 但是因为男主角 他真的是个彻头彻尾的直男 而且他超喜欢大胸部 我经常笑他说 他是个金虫上脑的家伙 但是他就是一个 对我这样讲很奇妙 他很奇妙 他就是 他是一个很矛盾的综合体 总之就是他在电车上 他有一个心仪的女性 然后某一天 因为看到女性被姓杀了 他就以女性的外貌 就是帮助了这个女性 然后后来呢 没想到这个女性 就跟他搭话搭上话了 然后就两个人就 就想说 我谢谢你啊 请你吃饭干嘛 然后两个人就很亲密的往来 结果某一天 这个女性 就像我们男主角 外貌女 告白了 然后我就想 谢谢阿姑你讲 我不要讲这一段 我觉得这真的是很有趣的一部作品啊 就是虽然他的封面跟他的书名都很劝对 但你只要翻开看个两回 我觉得不用两回 甚至一回 你就会被那个有趣的对矛盾点所吸引 你就会想要看说 天哪啊 这男主角 这样谎言加深 他要怎么过下去 有一种 天哪哈哈 你看看你的这种状况 也有因为他的不容易吧 他其实相当不容易 但是这个故事 把他描写得相当逗趣 好笑 但他其实还是不容易的 那我们刚刚提过的 他在电车上帮助的那位女性 藤本菜哉吧 那个故事里面 他的名字叫藤本菜哉 然后这位菜哉 他其实对于男性是有些微的恐惧症了 因为他很常遇到色狼 但是他同时又对 因为他的家庭的原因 他也有一个继母 然后他年轻就是反抗期的时候 对继母比较态度不好 所以他后来回过之后 就深深感受到 单亲妈妈带小孩子的不容易 他很容易的 就被我们的男主角吸引了 被他单亲妈妈的表象所吸引了 其实你知道阿子我看到这一段啊 我内心其实是很 我一直一直在那个 我想说 为什么不干脆直接就是摆合就好了 可是我觉得 这因为他难办 你这样睡才有趣啊 可是我就内心觉得 好像这样也很香 然后我就觉得 你这个 你这是诈欺啊 你这个如果在现实社会 你这直接会被叫做诈欺 你知道吗 你这骗色的 这一部在这边处理的 我觉得也相当好耶 我觉得作者在这部分的 平衡抓得很好 他没有感觉 对 他没有男主角男扮女装 然后跟 跟一个女性建立起亲密关系 他没有 觉得这男性很猥琐的 任何的要素 虽然这男性的确是一个 非常直男 但是你不会觉得 这男性有猥琐的感觉 对 而且是应该说 当他化成女性的时候 他真的就很女性 他甚至常常在脑内 有男性的自己 跟女性的自己在吵架 这个我觉得是个 很有趣的地方 就是虽然说 他有把表现出 他真的是一个 很直男思考的一个男性 然后他也对大胸部 有很强烈的爱好 跟异常的执着 对 可是 我觉得是他因为 真的很幸运的碰到 我们的这个女主角 有蔡哉 那我觉得蔡哉 真是个心胸宽大的人 可是我觉得 他在这部分人设 其实很丰满 作者在这部分人设 塑造得还蛮丰满的 我一开始看到 这样子的故事 我没有想到 他会把人设 设置得这么的立体 你从蔡哉这个角色 就可以看得出来 他其实在后面 你会发现 他不只是一个 心胸宽大的人 他同时还是一个 非常任性的家伙 暴躁的家伙 有虐待狂的家伙 对 对 而且处心积虑的 想把男主角 带去泰国 咔嚓掉 因为我们男主角 是一个比较 我觉得可以直接讲 比较懦弱 而且比较 优柔寡断的个性 不这样子 也没办法 随波逐流的 当妈妈 当了十几年好吗 十几年欸 当了快八年 没有十几年 八年八年多 不过这个是之后的故事 其实我是觉得 这个故事 他有趣的地方在于 就是男主角 他自己的挣扎 就是他因为他毕竟 他一开始就 下一个满天大黄 然后他如何在 这个盲天大黄之下 要怎么去圆晃 然后就跟周围很多人的 产生的一些那种 误会啊 跟很多的那种 碰撞一起 很多的坦白 就是他要如何 克服那个 勇气去坦白 后来那个坦白都不画了 就一格 总是他坦白了 反正我是觉得 这个其实 重点是这个作者 他的节奏感 真的表现得很好 然后故事的对话 虽然有些台词 真的蛮多的 但是我是觉得也还好 就是他的整个节奏跟 很顺很有趣 对角色的处理 其实真的处理得很出色 然后我还是真的必须讲 这部其实真的完全是恋爱故事 他并不是 他亲子的部分真的非常非常少 他真的只是点缀而已 大部分他是恋爱故事 所以我觉得把这部拿来放在 我觉得应该说我们后面这四部吧 就是我们以父亲为主角的这种故事呢 后面这四部都是属于非典型的 对就是并不是像之前那种 真的那么纯粹的重视 那个亲情的部分有这么多 然后对 像至少像这一部 我就说他大部分都是爱情故事 他主要是在于 他跟他女朋友之间的各种各种状况 关于男主角 人际关系周围的各种状况 可是他其实他全部有十集 他这个变装俏老爸 中透到尾总共有十集单行本 那我个人是觉得在第九集跟第十集 他要收尾的时候 亲情的部分被很大的加强了 而且我看的还蛮感动的耶 真的我认真 我觉得那段是因为他必须要去处理 我不是一开始就说 因为这个小孩子 其实一开始就已经被养育的很好了 所以他基本上最后要面对的难关 就是他如何去跟他 他扮成女装的最主要的根本原因 就是他的儿子说明 为什么他会扮女装 然后他是男性这件事 他必须跟他儿子坦白这件事 就是后面那一段 然后还有就是这整段的处理吧 我觉得就是 很不错耶 我很意外他是最后是用这种方式处理 对 我就是特别想要推荐 今天一连四郎这点 他虽然很多都是发生在现代世界 就是现代世界观 然后看起来很寻常又不太寻常的爱情故事 但他平衡真的抓得很好 有一些不太寻常的爱情故事 你对里面的角色 其实是会有一些比较负面的对想法 就他们可能说了太多的谎 他们可能是个不 不那么可爱 不那么完美的角色 可是就觉得他们真的很可爱 他们都是好人 他可以塑造出这种感觉 就 我都觉得大家心胸管大 里面的人其实都很自然的接受了 主角男扮女装这一点 对啊 并不是没有抗拒 可是在各种原因下 果然还是 面对重要的人 这个人才是最重要的 他男扮女装这一点 其实并不是那么的需要抗拒的事情 我有种这种感觉啦 然后最后 他儿子对他儿子的天使 我觉得我超喜欢这个结尾的 总之那个第九集跟第十集 不顾真的看得蛮感动的啦 有一点超为眼眶泛泪的感觉 但其实这一整部的调性 其实就是有趣好笑 会对主角有一种 哈哈你看看你的这种 UCCU的这种感觉 对的这种感觉 还有看他周围的人 对他男扮女装的感想 实在是 大家都觉得他很适合女装呢 对啊 因为你看嘛 他变成女装的样子的时候 是个又高又帅气 然后又有时尚 又可以跟女性聊得很来 那又很体贴 就是一个很完美的女性啊 不分男女的同杀耶 对对 而且在男性的眼里 因为他里面也有讲到 男性的试点 在男性的眼里 他是非常完美的女性 可是对男主角来讲 他就是把他自己喜欢的 女性的特质 慢慢的加入这个角色扮演之中 对 他一开始是下意识的模仿 他的前女友 对对对 那模仿的过程中 他会慢慢的 把他的审美 对他对女性的审美 加入这个角色扮演 所以他扮演出了一个 非常完美的妈妈 跟非常完美的女人 这个就是所谓的 所谓的 男人眼中的女人 是最完美的 有没有 对 只有男人才能了解 男人 这个不是 这话不是用在这里的 对啦 所以就是 他扮演的这个女性 真的是在 怎么讲 对 就是不管男性女性 都会喜欢他所扮演出来 这个女性的特质 的这个 这一面 嗯 我就觉得 这是最恶的家伙 对 然后他扮演 扮装俏老爸 他在扮演的过程中 大概占了这部漫画 他出现的 桥段的 有没有 八成到九成 八成九成左右 大部分都是女装状态 所以 所以我是觉得就是 乐趣很高吧 我觉得我看这部 其实我是一直淡淡的笑 满面笑容 对 一直笑笑笑笑笑笑 他是一个让人会一直带着笑容 看下去的作品 对 对 我超喜欢的 就是 今前一年 实际上的故事 都是这样 不是只有这一部而已 所以 如果还有时间 不过想要再做一个 故事外的推荐 嗯 这个作者的作品 其实 调性还蛮统一的 对于有那种 让人看了 不仅满面笑容的 这种魅力 虽然说 里面的角色 其实不那么的完美 主角可能都是像 变装俏老爸这样 非常的 优柔寡断嘛 满嘴的谎言 就是可以让读者 对这个角色充满了 善意 跟 好吧 我觉得 喜好可能有点困难 但是对他充满了善意 的这种作品 那他后面有一部 呃 比较偏恋爱故事 台湾有代理的是 谎言 成语谎言 这部比较偏恋爱故事 所以如果大家看完 变装俏老爸 想要看更加同质性的 有关亲情爱情的故事的话 他有两部 还蛮推的 那虽然台湾还没有代理 但是 如果从那个 日文直接翻译的话 一部是关于 契约婚姻的 这个类型题材的故事 然后 直翻的话 就是叫啦啦啦 对这个 这个名字 对完全 完全搞不清 都在说什么 我没有在开玩笑 就在啦啦啦 然后另外一部 叫做 昨晚过得很愉快吧 它是关于网友的故事 就我们常很常推荐的嘛 就现实男性 然后网路上是女性 然后现实女性 网路上是男性 然后彼此沟通说 因为彼此的个性 实在太适合成为女性了 还是或是太适合成为男性了 就是更有男子气概的女性 跟非常的萌 可爱的男性这样子 所以彼此都坚持的认为 彼此是同性这样 所以他们想要合租 但不知不觉就变成男女合租的 这个情况 你知道这种情况 应该是很多 怎么讲呢 R48作品的开头 可是他却可以把它画得 非常的清新 然后这个故事 那个时间跨度还蛮长的 他就画到说 他们两个也是结婚 然后有小孩 所以他其实也有牵扯到 亲情的部分 这个作者后来的作品 都有这种倾向 然后都是非常清新 可爱 好笑 误会系的 情情爱情故事 这个作者非常擅长 这个 所以大家如果对 变账俏老爸看完 有兴趣的话 我非常推荐他的 其他的作品 其实会比变账俏老爸 更加的技巧 更加的成熟圆满 推荐之 那其他台湾可以代理 对 台湾其实代理的 今天一年时长的作品 并不多 主要就是那几部 有日据化的 有比较有名而已 可是其实 拉拉拉跟 昨晚坤很愉快吧 其实好像都有日据化 尤其是拉拉拉 因为毕竟很适合啊 对 因为都是现代背景的 然后又充满了 误会性的矛盾 其实很适合日据化 比起动画画 他的作品都是 日据化的系列 这倒是 所以虽然变账俏老爸 书名很劝退 画面也很劝退 对 虽然说封面跟书名 都很劝退 没有错 但是我真的是觉得 他让我看得挺开心的 对吧 对吧 虽然我还是很想抱怨 阿姑对一个百合控 看这种 微百合甜甜蜜蜜 我看得很难受 阿姑 可是因为他在这方面 就是完全 这个作者在这方面 非常强大 他完全不会让人想到 BL或百合 我个人觉得啦 如果 他没有在这 应该说他没有在这方面 有太多的琢磨 他很正宗 他非常的正宗 就是男主角扮成女装 可是他跟男性之间 没有任何觉得 他可能喜欢男性 或是他感觉GayGay的 完全没有 然后他跟女性 跟女性的相处 那是因为阿姊本身是 百合痛才有滤镜 好吗 他看起来就很百合 而且 重点是 这部的常新意外的很多啊 他后面的作品 反而没有哦 这一部 这一部有比较 讨好男性的味道 他比较偏向男性 这样作品 如果你要讲的话 主角是男性 然后那个 对 很多封面 其实是有给 Savis的这样子 等一下 封面的那个 那个有算Savis吗 那个都是男 我们的男主角 搔手弄支 那个有算Savis吗 有啦 有他女朋友的Savis啦 可是大部分 还是男主角 女装 在封面上 比较多啊 所以就说 这部很中正啊 他完全看不到 任何男男女女的 以你吗 对 完全没有 你会把他聚焦在 这个人 他的谎言 跟他在家庭关系上 人际关系上的 一些过程 跟误会 对啦 就会觉得 大家都是好人 对 然后他要好好的 跟大家过下去 没有什么 关于BLO 或百合的心动 没有啦 他就是个 很单纯的 恋爱故事啊 不过可以 側面看得出 他很用心 在教育他的儿子 关于就是 他儿子在外面 如果遇到坏人 怎么办 然后要怎么逃生 要怎么独立生存 里面曾经有一段 就是说 如果不是这个主角 不是这个虚天真情 是没有办法养育出 这样子可爱的孩子 因为旁边的人 就有幻想嘛 还有如果我有孩子 也会像这个 这么添死嘛 抱歉哦 那是因为我们主角 很认真的在教育 他的孩子 我看得很有好感呢 对 好啦 所以 就是一个这样子 让人可以一直面带 微笑 一直阅读下去的 奇妙故事 对 很混乱 不知道怎么这么混乱 但他其实 作者可以把他 最后总是可以把他 梳理成 耳顺的样子 中间很混乱 会让家疑惑 说 这个故事 还能发展下去吗 一团乱吗 但他其实可以 在后面把他输顺 我蛮欣赏这个的 节奏感也很好 我觉得可以看 是一部很有趣 我也觉得很推荐的 一部作品 就是不要被封面 跟书名吓到 真的 我已经忘记 我为什么把他 拿起来看了 不可考 好啦 那 差不多我们今天 对这部 变装俏老爸的推荐 就差不多到这里 那我们下次 还会推荐 也是这种 所谓的 我称之为 男性监护人的 类型的作品 因为我实在很难说 很难说之后的作品 那就希望大家 会喜欢 有机会 大家去看看这部啦 蛮有趣的 虽然感觉 有点难找了 因为也有 一点点年岁 了吧 台湾竟然 把十集都有带里完 我真的觉得 非常的生气 而且是在五年内 就把它出完了 很不错 很不错 真的 那我们今天的推荐 到此 再告一个段落 希望大家可以去试试看 这部 虽然很劝退 但是意外的有趣 好看的作品 那我们下次再见咯 大家拜拜 拜拜 上班 上班 我们要工作 上班了 回去回去工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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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